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为何众人于群起而攻之 被天善拦了下来 因为他还不知道贤之戒实力的底细 不敢猫然攻击 萤火从左下门宇刑部的表情上 确认了叶叉文已被他俩联手杀死 如今两族人手上都已沾染对方族人的血 这场人法大战已没有挽回的余地 念鬼已经绷不住了 命手下拿下三人 几名忍者举起武器冲上前 贤之戒等人却毫不慌张 敌人来到进前时 贤之戒莽然睁眼 原来贤之戒拥有反噬之痛 几名忍者看到他的眼睛后 开始自相残杀 刹那间折胜一人 此人欲举刀披向贤之戒 看到贤之戒的双头后 竟举刀对准自己 砍下了自己的头颅 龙小姐远远看着贤之戒 不知该说些什么 三人缓缓向外走 一和众人忌惮地纷纷让路 贤之戒面沉似水 与龙擦肩而过 默默无言 龙低手而弃 不能就这么放贤之戒走 但天山忌惮贤之戒的铜术 私损后决定 让小子龙上前与贤之戒一戴 小子龙领命 举起两只镰刀 喊多了贤之戒 以一和之名启示 定要取你性命 你以那双手挥舞镰刀吗 天山猜测的没错 贤之戒的铜术 只有对他怀有加害之心 且付诸行动的人 才会受其换货 布上刺灭之徒 在此的一和众人中 有望取其性命中 唯有小子龙一人 小子龙将左右手两只链刀 向贤之戒指出 却随着两声银响落地 原来左行二将 替贤之戒挡下了飞气 链刀或飞帘尚有办法击落 可小子龙所生出的旋风连右 既无法挥开 也无法击落 纵使贤之戒的铜术 也无能为力 小子龙已经开始酝酿了 小子龙所生出的真空旋风 世上无人可挡 住手 小子龙 龙突然冲出来 跪在地上 挡在小子龙身前 阻止地发功 看到他的破坏之铜 小子龙捂住了眼睛 龙小姐 贤之戒 请您看着贤之戒的眼睛 他的铜术 才是您应当破除的 但龙怎会伤害心上人 倒地捂住了双眼 龙小姐 请站到小子龙身后 看着贤之戒的眼睛 破坏之铜与旋风连右 这才是最强的连环忍术 龙却再次劝阻小子龙 要他放弃发功 此时贤之戒也发动了铜术 小子龙想收招 已然来不及了 小子龙被在的旋风连右反射 鲜血潘涌而出 坐到了地上 龙手足无措 贤之戒带上左眼门禹行步 转身离开了一后 龙在身后声声呼唤 贤之戒却一言未回 经过滞留 小子龙的命总算保住了 但他的双目却回天伐术 失明了 天善怒斥龙 方才的所为荒谬至极 您那无疑是背叛的行径 如今一后封阿患 腊斋 叶叉丸被杀 小子龙受伤 人铁卷轴也被夺去 开始时的优势当然无存 天善要龙小姐诉下决心 发誓牵手取下贤之戒的性命 龙却掉着眼泪称 自己也做不到 反问大家为何如此仇事假货 原来阿患严禁其他人 在龙面前提起此事 天善将当年吃田齐齐以后 甲赫趁此机会绞杀败逃的 一后毒人之事 对龙说了 虽然之后甲赫表示 这是灾增嫁祸 但自此后 一后甲赫之间的仇恨却更深了 索性随后双方 与初代福布奔造 定下了不战之约 天善表示 当年阿患大人 就险些死于甲赫谈正的暗算 这次阿患大人定是被谭正老儿所杀 积怨已无法化解 龙要大家给自己点时间 转身走进李京 默默拉开一只抽屉 取出一只罐子 扬言报马等人翘首期盼 终于把贤之介大人判了回来 而此时龙也捧着罐子走了出来 天善意识到不对劲 呛过去查看 龙的双眼竟然被他自己封了起来 此时的郡府城中 上次狐一撞念的那位忍者 就是这位名叫福布响巴郎的人 他一直在暗中监视一货 甲赫两族忍者对战 他将了解他的阵况 禀报给德川家康 与二代福布伴葬的人 他了解他的阵况 紧斗一鹤无忍入侵甲赫未遂 被赶出甲赫忍村这里 如今江户城里的两个将军继承人 二代将军秀忠大人 长子竹千代的如母阿福夫人 与次子国千代千母江宇夫人 两个女人之间的明正暗斗愈演愈烈 双方摩擦不断 大臣们甚是忧虑 德川家康表示 自杰一派高僧天海大师 前去江户城一探究竟 如此一来 对女人们也算是个警告 应该能为什到双方分出胜负 这是响巴郎收到了一货 甲和双方战况的新密报 本集内容主要是回顾 这些剧情前九集咱都详细交代过 宇哥在此不再重复赘述 如今双方十人重中 一货一方所剩七名 甲和一方所剩五名 想巴郎已将今后监视之事 交由部下负责 但他想亲眼看到结局 与众大人们就此告别 书接前文 贤之介回到甲和 将人铁展开给其余四人过目 看过后 一直暗恋贤之介的扬言 怒斥龙定然知道此事 想刺杀他邀请贤之介 将他骗去了一货 邦马认为 此事如今也无关紧要 但他认为 应是一货属下首先获悉此事 天善未图控制大局 才瞒着龙小姐的 扬言听后不高兴了 继续说龙的坏话 刑部体趁此机会杀回一货 畅受追击 闲之介沉默不语 思虑良久 直至深夜 要转门准备笔墨 胡怡的事 我很抱歉 他身为忍者 我等亦然 都同样是人 无论甲和一货 都同样是人 抛开宿愿的束缚 睁开迷茫的眼睛 一货中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人 就应该先尝试与之沟通 我原本打算回来后 再次尝试说服大家的 再看一货这边 龙小姐自己封上了双眼 原来当年阿焕大人健在时 知道龙什么人数都学不好 虽然你是个很笨拙的孩子 但你的双眼 有着与生俱来不可思议的力量 婆婆我也恐惧你的眼睛 阿焕婆婆 担心龙的眼睛 会从内部导致一货人法的崩坏 成为将族人蔽入绝间的元凶 为此将七夜盲密要留给龙 将此要涂于眼瞼 双眼便七夜七热无法睁开 龙做不到与贤之界大人为敌 又担心自己会为帮助贤之界 生出破除一货忍术之心 才用了七夜盲 事已至此 其他人只得接受现实 这时贤之界竟将人铁击毁给了一货 里边附着一封战书 两族的不战协定一解 然而在下不后争斗 也不知为何而战 因此在下即刻启程全网郡府 向福部大人问清此举用意 为此奉还人民帖 此行成员以我为首 刑部 左门 暴马 扬言共捕人 我等已在东海刀途中 若丧心病狂加害贾赫于众 如等便准备接受一货灭门的命运吧 在下虽不后争斗 但亦不会躲避如等追击 到达郡府城门之前 贾赫五人 一贺七人 大可在即行途中施展人法相动 天神看后 要大家即刻启程去追击 命念鬼 迎火两人先行出发 走到贾赫一行人后回禀 万不可勉强出手 扬言来到龙的房间 看到了贤之界流下的主敌 再看贾赫这边 刑部无法理解 贤之界大人为何要将人铁送还给一贺 还要去郡府质询开战原由 当年刑部的父亲便死于一贺之手 和四百年的宿敌 与自己的杀父仇人厮杀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暴马告诉刑部 贤大人之所以会归还人铁 是因为他确信一贺会带着他追杀而来 届时杀进一贺一方 再将之夺回忌果 但暴马心中不确定 贤之界真能下决心杀死龙吗 五人中途停歇休息 杨阎看着贤之界帅气的身影 脸上泛起红月 一针蜜蜂停在他身上 但没飞多久就死了 嘴门脸上闪过一丝忧郁 夜晚五人在扩站歇息 刑部不听暴马的话自己离开 却替附近报仇了 而短门更担心杨阎 如今他对贤之界的爱恋之情愈发强烈 身上散发着强烈的女人味 杨阎意读的女人 会在情绪高涨之时呼吸中带毒 置男人于死地 但愿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吧 此时的贤之界心中 也不确定龙到底是不是故意骗自己入望 脑海中龙的眼神已经变了 这时杨阎推开了房门 他已控制不住自己 主动投入贤之界怀中 毒气迅速侵入大脑 贤之界联盟发动铜树 破杨阎松开了双手 原来杨阎想和贤之界一起死 胡闹 就算死也要杀进人民帖上的医荷之人再说 我的忍术杀不死女人 贤之界大人 您能下得了手杀死龙吗 会的 杨阎听后放了心 这时萤火的蛇 突然从后窗钻进扑了过来 贤之界一把推开杨阎 斩断舌头 舌口中叼着的一团液铁 喷到了贤之界眼睛上 他的眼睛也被封住了 这自然是萤火带来的七夜芒 用蛇破了贤之界的铜树 念鬼见刑部不在 担心他要搞偷袭 命萤火火速返回去报信 左门看到萤火的蝴蝶 起身去追逃 念鬼一心想着杀掉贤之界的一弓 煞煞天神的傲气 举着双结罐闯进了两个瞎子的房间 睁眼吧 暴马 你也疯了吗 贤之界 让失明的暴马睁眼 真是笑话 跟暴马真的睁眼了 将用出与贤之界一样的铜树 念鬼的体毛将他自己死死缠住 绑成一个大纵道 挂在了门前 门外雨还在犀利的下着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雨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雨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局全集公众号内现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雨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